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那个 要画什么图了 举例来说好了 你这边是不是也就只有这些栏位 好 接下来我要介绍很有名的数据清理 好 什么叫数据清理 对不对 这就是现在我们要来研究的咯 好 数据清理简单说就是我要把数据清干净 我才能做很好的视觉化分析 那请问你今天 今天他是文字还是数字 看得出来吗 请问你今天他是文字还是数字 他是文字 可以吗 日期都是文字 好 请问你 全国指标 全国指标值 他是不是数字 指标 各位知道什么叫指标 然后 GDP 这也是一个指标 所以他一定是数字 数字 数字的话 前面放了一个是一个码 那请问你 这个 他是文字还是数字 他前面是不是什么都没放 他就是文字 最多的 通常啊 最多的我们都是文字 哪一个类型 最多呢 答案是文字 接下来年度类别 文字 有看懂哦 好 请问一下 那个 分区指标值 数字 没问题哦 限制别 文字 没问题 一是代码 文字还是数字 一是代码 文字 可是里面 大部分都是阿拉伯数字 对不对 但是后来我发现 有几家 他就是里面有A有B 对吧 好 不过 他因为是代码 所以他一定都是文字 请问学号是文字 还是数字 学号是文字 可以吗 学号是文字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跟大家是要有相同的观念哦 没有人会加什么 3101加3109 再加3123 对不对 学号是不需要加的 没有人再加什么病例编号 几个病例编号把它加起来 那是很奇怪的事 对不对 好 所以他是文字 好 名称当然是文字 然后指标当然是数字 好了 请问一下 数据分析是分析数据 对不对 如果你 如果你都是文字 那你只能分析次数 例如说那个登革热 你去看卫福部提供的登革热的资料 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可是他就只有一个是数字 就是病例数 就是他是以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来做好 所以里面唯一的就是一列记录 就是一个病患的资料 好了 那通常你看拿到的是文字还是数字 例如说我们要做数据分析 所以我们应该要分析就是什么 全国指标值 举例来说 我就想要知道 各年的全国指标值 请问是你觉得是逐渐上升 还是逐渐下降 请问你希望是上升还是下降 下降 对不对 听得懂吗 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件事 好 那当然 依此类推什么 所属分区业务指标值 你要当下去看 希望那个 我们是南区 南区 那高雄 东西算什么 高平区 好 那个 台北区 北区 中区 南区 高平 那还有一个什么 东区 六区 可以吗 六区 好 六区 当然我们要看他的那个 各年指标值是上升还是下降 管理的立场 你希望看到是持续上升还是持续下降 还是震荡 哈 哈喽 你们希望看到的是持续上升还是持续下降还是震荡 我再问一次哦 你们希望看到的那个那个重叠率用药同药里用药日数重叠率是持续上升还是持续下降还是震荡 我要再问第四是好我再问一次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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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听到正确答案说我只好再继续问 震荡会比较好震荡代表一种稳定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反正持续上升当然是不好对不对 可是持续下降代表前面不好现在变好 可是你还没有回到稳定就是上下的震荡 上下震荡是我们乐见就是说我跟你讲不管你再怎么管理可能他就是会出现 出现可是因为我们有在做管理所以他不会高很多也不会低很多 他就在那边震荡 好像其实我有看过 我有看过好像那个南区在这边表现就还不错 他是震荡所以等一下你要了解 你要了解那个因为你是要站在管理的立场来去思考这件事 好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继续来看咯 请问一下 这里面数据有地方是需要修改的 举例来说像这一式机构代码它是数字 这是错误的 听得懂这是错误的 因为他明明就是文字 他不可以是数字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去改变他 好所以请问一下我刚刚已经讲完我要分析什么了对不对 你就只要看这几个Sigma就对了可以了解 可是当你去大概知道要分析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里面有些栏位它是不对的 举例来说大数据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要去看各年间的变化是逐渐上升逐渐下降 请问你现在这个资料 有没有日期没有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创造出日期 那怎么样去把这个 一式机构代码从数字改成文字 还有日期产生 这都叫数据清零 可以吗 我们能不能用民国日期 答案是不行 因为这套软体是美国人写的 微软公司是美国 所以他不懂民国是什么 我们必须如果你要去看那个 连续的变化 你就必须要怎么样 转换成那个他 这个这个系统看得懂的日期 那就是西元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两个数据